欢迎继续收听 继续第378章 卫英 三 灯火菊黄将夜色中远落屋檐下的景象染得柔软而暧昧 时至夏夜晚风从门洞中吹过时浮动了一个个灯笼 宁毅回过头去看着正站在门口的那一身鹅黄长裙的女子 什么呀 这位一直陪伴在云竹身边的女子 或许长期在宁毅面前表现出自己性格中的天真活泼 浪漫达官的一面 但在人际交往方面并不是一个可以轻忽的对象 归根结底 远景儿也是从金风楼出来的头牌花魁 针锋相对也好 半嘴吵架也罢 虽然一直乍乍乎乎 也常会做些不着边际的事情 但也绝不会让人厌恶或想要疏远 这是在长期处于风月场中养成的本领 一如宁毅在与人勾心斗角时 既是不去认真思考 也能准确地看透大部分人的心思 并且下意识以最优的方案应对一样 当然 这或许要排除掉他在自己真正关心的人面前的表现 在与这些人相处时 他并没有这样的敏锐 偶尔甚至还会表现得笨拙 宁毅的能力是商场上常年的耳鱼我诈在他身上圈刻下的烙印 一切从利益出发 而袁锦儿则并非如此 在这个时代 人们是愿意相信花魁与文豪 才子与家人之间的爱情故事的 能够在烟花之地走到巅峰的女子 绝不会有赤裸裸的拜金心态 若心性 人格或气质有所欠缺 也不可能得到他人真心的喜爱 也有许多青楼女子在被伤透了心后 自暴自弃 从此只相信物质 不相信人心 那他在这一行里的路 大抵也就快到尽头了 因此无论是云竹还是锦儿 心中都有着许多真诚的东西 云竹曾经的自卑是源于他内心深处的勾结 锦儿因此受到感染 抱着对他的憧憬离开了金峰楼 这些都并非座位 但当然 他们也在风月场中学到了各种人际交往的手段 因此锦儿虽然在宁义和其他人面前有时会表现出不那么友善的态度 但实际上却从来不曾流露出尖锐的一面 离开金峰楼时 与杨妈妈的吵架虽然激烈 但杨妈妈也不会因此记恨他 即便拒绝了苏文玉 他也能让苏文玉感到其中的真诚 本能地将自己尖锐的一面在待人接物时收藏起来 这一点连锦儿自己或许都未必能察觉 这样的心性和气质已经成为了他的一部分 只有宁义这样的功利性格才能看清这一点 然而现在的眼神 那高傲而冰冷的眼神 是宁义以前从未见过的 原锦儿的另一面 那其实已经是自我保护的表现了 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谈 介绍个男朋友而已 又不是逼你 有必要这样子吗 他这样想着 身边的云竹开了口 锦儿 我 然而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打断了 云竹姐 我自己跟他说 我会好好和他说清楚的 宁义拍了拍云竹的肩膀以示安慰 以往遇到了再严重的问题 只要他这样拍拍云竹的肩膀 云竹也会相信他能够解决 但此时却只是下意识地按住了他的手背 用恳切的目光望向他 像是在祈求他不要和锦儿谈崩了 放心吧 宁义笑了笑 他对自己还是有几分自信的 而且他和锦儿也算是挺好的朋友了 一个苏文玉的事 不至于真伤到了谁的心 大不了 既然他这么反感 自己不再撮合他们就是了 走吧 去哪儿 随便 去前面 好 我觉得不用弄得像谈判一样吧 宁义挠了挠头发 开了个玩笑 往日与锦儿谈笑和斗嘴时 对方总是与他针锋相对 但这时候锦儿一言不发地走在前面 他明显讨了个没趣 宁义偏了偏头 却见一张小脸正躲在另一处的院门边朝这边看来 正是小蝉 虽然鬼鬼祟祟的 但眼神中竟有几分心灾乐祸 宁义抿了抿嘴 有些无奈 锦儿一路沉默 宁义便也不再开口 只是跟着他一路来到了文会楼的主楼 让小二在一楼开了个安静点的茶室 姑且作为谈判的弟弟 茶室临近河岸 两人进了房间之后 宁义关上了房门 打开了窗户 和风吹来倒也颇为凉爽 锦儿站在那冷冷地看着他做完这一切 但宁义说 坐才在房间中央的小圆桌前坐下了 宁义同学 我知道你心情也许不太好 但我也挺无辜的 你在我的女人面前这样子把我叫出来 我很没面子的 不过没关系 大家都这么说了 你现在想说什么 说吧 宁义坐了下来 笑着摊了摊手 锦儿在对面看着他 直到他将话说完 才语气生硬地说道 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 宁义愣了愣 随后抿起嘴唇 想了片刻 好 他在茶盘里拿起了一支茶杯 倒扣在桌子的中间 然后去拿第二支 我就不拐弯抹角了 大家打开天窗说亮话 我不太明白 苏文玉有什么不好的 我知道你拒绝他了 可大家一路同行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他给你献些殷勤 也只是希望争取一个让你了解他的机会 他要是敢做什么出格的事情 我第一个就饶不了他 可是他也没有 所以我也不太明白 你干嘛这么受不了 嗯 我们江湖儿女就是这么谈判的 宁义将三个茶杯摆在桌子上 上面摆了两个 最顶上再砌上一个 坐成了一个小小的金字塔 笑着摊了摊手 表情颇为真诚有趣 但他这样的表情没能持续多久 因为对方仍旧不给面子 坐在桌子对面的女子 还是以同样的眼神看着他 眼神中似乎有着些许伤心 他看了看那茶杯砌出来的小金字塔 吸了吸鼻子 谈判 呃 开个玩笑 大概明白了对方此时的情绪不稳定 宁义叹了口气 低声说了一句 你觉得 我是来跟你谈判的吗 李河 那样的称呼和语气 让人心头一暖 宁义看着他想了片刻 感觉气氛有些不对劲 并也压低了声音 尽量谨慎地开了口 好吧 这件事情 确实有我在背后怂恿 老实说 眼镜儿 我们也认识了这么久了 你说你喜欢云竹 这件事我信不信都没关系 虽然我和云竹在一起了 但即便你真的喜欢他 真的是女人跟女人之间的那个什么 我也一点都不介意 虽然如果你是个男的 我肯定没有这么获得 但我知道你是真心关心云竹的人 不过 说是这么说 静儿 我们都知道 那不过就是你在瞎掰 说句过分的话 就算真的把云竹脱光了 摆在你面前 你又能怎么样 大不了就是抱着他睡一觉 你们以前又不是没有试过 你们是好姐妹 我很羡慕 我也很高兴 有些事情 我可以陪云竹去做 但也有些事情 是只有你可以陪云竹去做的 有些话他可以跟我说 也总有些事情 是他只能对你说的 一个人一辈子 能有这样的姐妹和朋友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很感谢你 但其实你也不需要我的感谢 我和你两个人 谁跟云竹更亲密 恐怕也是没办法比较的 但总也有些东西 虽然在我看来 并不是就一定非有不可 但如果有 也许会好一些 这些东西很世俗 但袁锦儿 我把你当成朋友跟家人 所以才跟你说这些 宁义的声音不高 所说的也都是真心话 一般情况下 这样的话就足以打动人了 茶室里安静下来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坐在对面的美丽女子 还是那样望过来 眼神稍稍有些波动 或许是因为被打动了 也有着些许的柔和 但因为某些宁义 不能理解的东西 反倒显得更加伤心了 这让宁义意识到 自己的这番话语 并没有取得 预期中的成效 当然 对待同样的一件事 不同的人 会有不同的反应 面对朋友的真心话 有人会感动于对方的真诚 有人则会因为被戳到痛处 而反应激励 拒不接受 也是因此 宁义斟酌着用词 袁建儿 你年纪毕竟已经不小了 当然 我不是觉得你真的有多大了 你可以跟云竹待在一起一辈子 这不是问题 我很喜欢有你这样的一个 一个妹妹 家人和朋友 就算你将来真的嫁人了 也别想甩开我们 我只是觉得 虽然你以前说 要跟云竹一辈子在一起 或许心里也确实做了那样的打算 但如果你能喜欢上一个男人 跟他组建一个家庭 也许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在那里等着你 你不妨可以试试 就算这世界上的男人 大多数都是烂人 或者一开始不错 后面变成了烂人 日后他对你不好 你也可以干脆修了他 我跟云竹到时候也会帮你 我们永远都会在这边等着你 你要真觉得不行 我们就维持原状 而如果你觉得有人值得嫁 我跟云竹都会尽量帮你 不让你被人欺负 就是这样 说完这一大通话 明义都觉得 自己有些词不达意了 而灯火中 桌子对面神情高傲 正经微作的圆景儿似乎稍微柔和了下来 也许是暂时放下了防备 但下一刻 他抬了抬头 吸了一下鼻子 你 就是觉得我嫁不出去了是吧 声音微微有些沙哑 啊 你别抬杠啊 宁毅揉着额头 叹了口气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坠序第379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